中国男足对比去年的世界排名成绩下滑6名 亚洲第11的名次显然是球迷和足协所不能接受的 足协在结束的东迅工作会议上敲定了各梯队集训备战的任务 中国男足也很快会敲定谷字号的主教练人选 李乔鹏有概率留任或聘请杨柯维奇任主教练 或花费1070万的人民币年薪来聘请保罗本托这样的洋教 预计会在元旦前后公开 而中国男足也会在春节后奔赴海外拉链 集军的地点被爆是新西兰 实际上在近段时间对于足协而言日子不太好过 前国足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被查 虽然暂且没有牵涉到足协 但已经有不少人员被带走协查 媒体人透露李铁润被查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最后可能会牵涉到足协部门 将一些涉案的管理者也带走进行协查和调查 随着全国放开之际 中超联赛也逐步恢复了关注入场看球 为了更好的优化联赛提升关注度 力助中国男足备战下一届世界杯 中国足协在过去不久下达了一则通告 联赛各个俱乐部需要在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历史欠薪 对于未能落实通告要求的俱乐部球队 中国足协会依据联赛纪律准则进行处理 对一些屡教不改的球队进行扣分降级 甚至取消联赛准入资格 这则通告可以说是最后通牒 但对于很多俱乐部而言是较苦连连 因为这几年的赛会制 俱乐部的收入降低到了冰点 足协收取的调节费也没有还给俱乐部 很大一部分还被挪用了 媒体人阮熊飞透露出消息 中国足协收到了17亿调节费 因为近几年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足协也将一部分的调节费给用掉了 现在不知道足协是否退还了调节费 包括广州在内的球队都曾向足协索要调节费 按照规定 调节费可以用在服务国家振兴足球战略和发展的规划上 例如轻讯发展上 可以用来资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 媒体人阮熊飞透露的消息 还没有得到足协证实 但很多球迷也是希望足协 能够将这笔调节费的用途具体公开 比如足协这几年搬家 还有聘请主教练的费用等等 在这个赛季刚开始之前 就有媒体人曝光 足协会将调节费返还 但足协的代表借用居家隔离办公为理由 不能开会决定 所以这笔调节费目前为止 应该还是在足协的手中 如果真的如软雄飞所言 调节费被挪用了 那么很多球迷也能猜出个一二 毕竟中国男足近些年来的比赛都是在海外 全部主场都是在西亚 国足一旦要外出比赛 足协会安排包机 提前订好舒适 且能训练的酒店 所以这笔调节费的一部分 可能就用在了中国男足的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 前国足主教练李皮在近日就谈到了 为何会前往中国执教的原因 李皮说道 我当时已经赢得了足球运动上的一切 可以赢得的东西 但我个人觉得经济层面 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收入 然后我收到了很多足协的邀请 我最终选择接受了中国足协的邀请 因为他们找到我 告诉我每年一千万欧元的薪水 李皮坦诚 随着金元足球结束之后 中国足球也很快被打回言行 回到了起点 过去十年来积累的投资 也似乎成为了无用功 我也想要赚钱 但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是抢钱 在李皮看来 中国的一些球员 在金元足球之下 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他们根本没有股价荣誉感 只想着在俱乐部 怎么样拿到更多的钱 李皮无法左右一些东西 他希望中国的一些球员 能够有梦想 短暂的进步过后 仍然是原地踏步 这也说明 中国足球的问题 不是新建极锁体育场 就能够解决的 中国足球任重道远 最后 喜欢大欧洲球迷 别忘了关注点赞 加转发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